民主不是大風吹 一旦把國家交給錯誤的人 走錯的方向 就不能夠重來 國家也不是實驗品 讓沒有準備的人來領導國家 就會失去方向 所以敬請大家 一定要選對的人 確定台灣走對的路 運走回走路 大家說好不好 為了台灣下一個階段的生存發展 我和美琪在今天晚上 堅定的向國人同胞提出四個保證 第一個保證 保衛國家生存 守護人民生命 和平靠實力 不是靠侵略者的善業 我當選總統 一定會持續強化國防 強化經濟 強化和民主陣營的合作 美韓領袖公會等等 都有一致的共識 台海和平 符合各國的利益 也是世界安全繁榮的必要元素 反對中國以武力或脅迫的方式改變現狀 我們要相信自己 我們要信愛台灣 好嗎 好 第二個保證 民主治理 我會組成用人為財 不分黨派 最能夠營運挑戰 開放包容的新政 也會汲取 在野黨的意見 團結民意 壯大台灣 未來的台灣還要面對 國內外許多挑戰 我們要對抗的不是彼此 是我們共同的尊敬 他說對不對 第三個保證 推動國家希望工程 推在八年 在英文政府的基礎上 推動國家希望工程 讓台灣可以在全球變動的局勢當中 穩健發展 成為國際社會上 穩定而不可破缺的力量 價值外交 我們繼續做 穩定兩岸 我們繼續做 國防自主 我們繼續做 經濟升級 我們繼續做 人員轉型 我們繼續做 先免投資 居住正義 教育平權 我們也要繼續做 零到六歲 堅定的理想 也是我們每一天 應有的工作 青年 秦政 愛鄉土 這七個字 不是掌聲 不是掌聲 不是掛在牆上 而是放在我們心裡 實實警惕 做的 做得不夠多 做得不夠快 我們監討改進 有人換錯 然後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包庇 寬容 我們並不完美 但是我們一定做到 最能夠回應 民意的政黨 才能夠對得起 人民的脫步 請請大家支持 每隔一 台灣 讓台灣 繼續 前進 打掃好不好 好 好 師傅我們看到 民進黨在今天 凱道的場子是滿熱的 人數也滿多的 但是開始瘋傳 停 爛銷 去凱道可以領五千 現在可以去 新最紅樓吃一餐 購得很好 我也不知道 這基本都購不夠 你看這個在發簡訊的 發email的這個email 大家看一下 貼近一點 在上面 五千元獎金等你拿 你看 五千元獎金等你拿 可是上面的這個email 發出去的這個email 就是 假的 哪有什麼 Z-O-H-O-M-A-I-L 這就不是 新境界文化基金會的email 這就是 假的 而且如果真的有人領到的人 可以現身說法 今天就不可能 第二的 還有這個所謂的 新最紅樓吃一餐 新最紅樓說什麼 這個 而且還是台式新聞 侯下民主金部黨 新最紅樓參選名額 哪哪哪 而且這是台式新聞寄出去的email 真的 就完全都是假的 這個就假的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 新最紅樓 你要寄往阿關請 還比較有 真的嗎 阿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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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阿關請我 我嘗試啦 不錯吃 你知道嗎 我今天還有收到 另外一個假訊息說什麼 說民進黨今天在凱道造勢 請柯文哲要求他的支持者 去搭民進黨動員 從南部上來的遊覽車 搭便車 準備明天去凱道 但這根本胡說 因為今天凱道全部都是 台北市議員有動員 但台北市議員的動員 絕對不會有遊覽車 比如說我的選區 在大安文山區 你居我有可能搭 租遊覽車去給我的支持者 然後載去到你去買到那嗎 哪有可能 人那一路搭一班公車就到了嘛 都搭台北市大部分搭捷運 是嘛 所以就是全部都亂了 你現在會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 耳語嘛 全部都是耳語 這一些全部都是假訊息嘛 連email連寄出去的人 都是偽造的嘛 如果民進黨真的做這一件事情 我告訴你 賴清德真的就包包起來 可是就不可能嘛 而且怎麼可能會在選前做這種事情呢 這樣子也動員不出來啦 真的要用到這樣 你知道今天現場 多少人 我今天6點 我動員我的支持者集合的時間是6點半 你知道我到6點半的時候 我已經擠不進去了 自己擠不進去 而且我動員我的支持者6點半 你知道我到現場的時候 我的支持者罵我 你不是說你有位子嗎 你的位子都被人家坐走了啊 都坐邊坐摸摸 全部都坐滿的人 所以我的支持者 就只能站在哪裡 只能站在外交部的人行道上面 所以今天的動員 確實有超乎預期 這個熱情不是只有現場的人 包含網路上面看直播的人 最高在我們的臉書上面有到1.4萬人 我們的YT上面有到1.7萬人 這過去大約都是柯文哲的臉 網路上面才會有這樣的人數 但今天全部都衝出來的 好 關鍵是明天凱道是誰呢 是柯文哲 馬上就會VS before after 所以明天柯文哲的氣勢如何 馬上就閉出來 因為同一個場子就好比了 我跟你講還沒有比人之前 就先吵那個舞台對不對 誰要怎麼幾點幾分把台子拆給我 然後又傳耳語說 民進黨說 柯文哲去跟他們講說 這個舞台留給他們用 然後民眾黨又很生氣說 我們什麼時候去要求要用你們的舞台了 哎呀 那個舞台的都要彎 舞台的承包商兩邊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可能就出現一些不一樣的話 我覺得那個都是插曲而已 大家看的就是 各位記得2020年嗎 一樣的狀況 選前兩天是誰犯肇事 韓國瑜 選前一天選前之夜是誰 蔡英文 所以馬上就會BS了嘛 同一個場子拚 但同一個場子拚會造成一個效應 就前面如果很熱 會激起後面的人 會想要過去 就拚場的概念嘛 拚到 就拚到嘛 你前面這一場 我們輸定輸定太過分了 下一場誰辦的時候 支持者會去拚到嘛 會去拚到 蔡英文那一場 其實那一天 大概下午我坐車的時候 那個司機都在講啊 前一天 昨天 韓國瑜那個場子 把我們嚇到了 不管怎麼樣 我們今天一定要去 我們今天一定要去 原本做生意的人 根本不想去 但是就是被前一天的 被激到 被激到 所以某種程度上 我認為 柯文哲明天的場子也不會差 也不會差 因為交通便捷 新北 台北 捷運 都可以到 交通便捷 交通便捷 有這麼多人嗎 交通便捷 我覺得都不會差 不會差 因為 沒有五萬人 也很浪費 五萬人 超過 應該會 光人家半個居住正義 都超過五萬人 是啊 我覺得會超過 會超過五萬人以上 但是會不會像今天這麼多 我不敢保證 但是他的場子 人也不會少 人也不會少 他就是一個 會拼場的概念 拼場的概念下去 柯那一邊的人 我相信也應該不會太少 所以當然明天大家就拭目以待 而且現在柯文哲的支持者 有點像四年前的韓粉 都是跟著他跑 這是會自己滿高鐵票來的 高鐵票上來的 我上一次到屏東去主持的時候 跟著他全場跑 對 我上一次去屏東主持 剛好在高鐵搭回來台北的時候 跟柯文哲同一班 就是柯文哲在高雄造勢那一場 車上好多都是柯粉 而且他們就是把 KP那個標示 就直接標示了出來 走南闖北 所以他跟著柯P 就像DQ說的走南闖北 全台更透透 對 就有四年前那個韓粉的感覺 我四年前到處去主持的時候 在高鐵上面遇到的韓粉 是直接插國旗耶 韓國瑜到哪裡 他們就在哪裡下車耶 就是這種感覺 蘇貝你不要說 四年前那個韓粉的嘛 很多基礎 就是大家在比一場 輸了人家不輸了對不對 輸到廟了我多少朋友 到現在走路還不知道在哪裡 我告訴我 我要補充一下 我自己在台北市的觀察 柯粉 就是像大家都有粉 可是柯粉的那個表態率特別高 特別高 他們只要參加他的活動 結束了 那一般我們就會可能把外套穿起來 就是把那個背心拿下來 柯粉沒有 他們是會拿在路上 巴不得全世界知道 他剛剛參加完 柯文哲的活動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來我們三里六年 幾十幾年對不對 我剛才在搶手機的時候 賣的就是 賣的就是 柯文哲的那些 擋泥板 賣的就是貼紙都帶在 柯文哲的電腦 這個都是真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有柯文哲的擋泥板 有喔 擋泥板不是只貼美女的照片嗎 不到他那些柯文哲 所以 他現在變成是一種信仰的力量 就是說 他們這些信徒 有點像 宗教要擴散 那些都會跟你 當你有信宗教的時候 你都會希望人家來入教 他的粉絲有點那種很厲害 有點類似忠孝狂熱 所以 也不說狂熱就是很信阿伯那一套 所以他很鐵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 之前有人說 柯文哲會不會被氣爆掉 因為他的粉絲 所以明天的氣勢就可以判斷 而且明天 到底能不能產生氣爆效應 明天有柯文哲 明天有柯文哲 他們柯文哲 在中南部 他們自己照的 說一個人四百 他們有照柯文哲 所以明天台北雙倍的人 還有他們中南部那些 流柯文哲 所以明天 應該是不好看 明天這一場很重要 因為關係到 到底柯文哲會不會被氣 到底國民獎操作氣爆 能不能操作成功 但是我今天一直有一個疑問 我們講完了凱道的場子 講完了北門阿伯的場子 我真的很想問 倒數兩天 侯友宜在哪裡 他臉書 掃街啊 今天在新北陪著掃街 那是白天 不要跟我說白天 暗時 暗時在哪裡 會補掃街 會補到那是白天 我們所有看到掃街的畫面 都是日後 還有日後 晚上在秘密行程 秘密行程 打電話給郭台銘 打電話給郭台銘 郭台銘希望明天有個動作 我看一下明天 當然大家都拚到 所以今天晚上在跟郭台銘密談 在做協調 希望明天 因為我看一下Round Down 明天 因為他四點半以後 就沒有行程 很詭異耶 倒數兩天 怎麼會沒有行程 沒有我說協調 我說明天的Round Down 第一個是管中民 明天Round Down出來 王金平 管中民 然後韓國瑜 那是明天的造市場 對 那我問的是今天晚上 那我可能選前兩天 竟然沒有活動 有啦 就掃街掃了一整天 其實掃街很 掃街是很辛苦 你看他台北市所有回訪的屋 他還準備國際記者會 有啦 今天還有國際記者會 是不是很詭異 很少 倒數48小時 今天晚上發了兩篇臉書 一篇 是白色的那個什麼支持者 還在搞那個 氣寶 還有一篇就是明天的活動 明天晚上造勢的時間點 我在問的是 現在是分秒必爭 分分秒秒那都非常重要 怎麼能浪費今天晚上 讓大家拼到 沒有去拼到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不是這樣拼到出來 所以明天會有突發性的 我不知道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